公元1398年6月24日 明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古代中国每一个皇上都十分重视执政者的葬礼 这件事关系着国家的形象与国家的运势 必须十分慎重 按道理而言 朱元璋驾崩以后应当先通告分散在中国各省的藩王 也就是他的儿子们前去吊丧 在他的儿子上 在选择一个黄道即日入皇陵地宫 风光无限的下葬 可是大明王朝奠基者朱元璋的葬礼 却看起来十分清帅 仅在他驾崩后的第七天 他的孙子建门帝朱允门 便将他匆匆忙忙下葬于如今南京的明孝陵 堂堂一位开国之君驾崩以后几天就下葬了 而且没有给外甥的儿子们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 因此燕王朱棣对于此事十分生气 朱棣要找朱允门讨要说法 这件事情也变成之后朱棣举兵谋反 启动静难之意的原因之一 那么朱允门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为 速葬朱元璋呢 朱元璋是否真的被葬在明孝陵呢 史书上记载了以下四种说法 新来的观众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这样您会第一时间收到节目通知 您的点赞是对本节目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第一种说法认为 朱元璋被速葬是朱允门自己决定的 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朱元璋远在外地的儿子 不能及时赶回京城奔丧 以保住自己的王位 也害怕他们进京作乱 第二种认为 朱元璋之所以安葬这么快和天气有关 明朝的国都在南京 众所周知 南京有火炉之称 朱元璋的死亡时间恰好在六月 延延夏日酷暑难耐 如果不早早地入葬 尸体很可能会腐烂变臭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使者入土为安 于是便七日而葬 第三种说法是 速葬是朱元璋自己的意愿 朱元璋为保护新皇帝朱允门 于是死前交代速葬 禁止儿子赶回来奔丧 以免夜长梦多 对国家和新皇帝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种说法认为 速葬是朱元璋用来反盗墓的手段之一 为什么说是反盗墓手段呢 其一是关于朱元璋的死亡时间 根据明史会地基记载 朱元璋是润五月死的 具体哪一天没有说 关于朱元璋的死亡时间 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 一是说洪武三十一年润五月初九 二说润五月初五 三说润五月十七日 一个人的死亡时间是很清楚的事情 为什么史书要将朱元璋的死期 记载得如此模糊 其目的是故意掩人耳目 混淆识听吗 其二 十三城门同时出关的迷魂阵 名人诸国珍的《黄明大政记》 一书中记载的文字 可以证明这一点 传说朱元璋下葬那天 十三城门同时出关 这也是历史上 很多皇帝为了防止盗墓贼盗墓 所采用的障眼法 因为塑葬之势 后来又传出 朱元璋真身没有与马皇后合葬于明孝陵 而是单独葬在城西的朝天宫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 朱元璋过世以前 就早已挑选好自身的坟墓 早在洪武十四年就已经建造 建造得无间不摧 在他完工后的六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中 大家对墓葬中的宝贝 垂涎三尺 可是每一个人能成功盗取朱元璋的坟墓 既然这样 那么朱元璋在下葬的情况下 为何还需要用迷魂症呢 这真的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这些问题恐怕随着朱元璋的离世 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见